今天這篇相對來說很簡單 但是火星上發現龍骨 這是很了不起的新聞 大家好我是Paul 最愛到最後英文幾度 而且不是開玩笑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發現公佈的日期 正好是4月1號 也就是大概兩個禮拜前 可是好像是 這是真的 這不是故意騙笑你 所以他說 這是一個 strange dragon bone looking Mars rocks spotted by curiosity rover 所以他是一個真的是 Dragon bone 看起來像Dragon bone 所以這個Dragon bone looking 這三個 其實合在一起算是一個複合形容詞 或者應該講 只有bone跟looking合在一起 好這不是重點 來重點後來這裡 照片看起來就像這樣 OK 長長的 然後上面有像是一個 尖刺的一個概念 OK一點一點的這個 我相信夠大了 看的應該夠清楚 好所以 來我們往下看一下 第一個看的就是這個 我剛剛說的 4月1號 他可能以為是 漁人機的玩笑 可是很諷刺的 不是喔 所以他這裡前面加了一個詞 叫做ironically 就irony這個字 那iron這個字 我們很常講 發音上要小心 就是鐵嘛對不對 那他是iron不是iron 雖然說我也聽過iron的唸法 就把這個唸成兩個 這個唸成ron的音節 可是美式的發音至少不是這樣子 OK 所以iron man iron man 不是iron man 好 那irony是什麼呢 他是諷刺的 好 那我覺得 很想再替這個字另外再做一集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到他是諷刺的就好了 所以很諷刺的竟然在4月1號發布 來我們把這一段再統統念一次好了 說NASA's Curiosity Rover may have just uncovered the strangest rock formation yet 所以他們可能 啊 我們uncover 就總之就是這個 跟discover不一樣 discover是發現 OK 那uncover是他本來就在那 然後你把它掀開來看 喔 我看到這個東西這樣 所以他uncover的最奇怪的 這個石頭的這種formation 就選石頭的一個 一種陳列這樣子 好那他這邊好像還有一個太陽力3786年 我猜是太陽力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SOL 你知道SOL開頭都會叫太陽 像這個Solar 太陽能的 Solas是不是也有這個字 大概不重要 來說ironically 很ironic的正好在4月1號2023年 酷 So the rover captured bizarre looking images 就是他捕捉到了 很奇怪的 bizarre looking 我們在這邊看到好幾次 什麼什麼looking 像剛剛這邊 Dragon bone looking Bizarre looking Strange looking 這都是一種複合形容詞 It looks bizarre It looks strange It looks like dragon bone 所以都是主動的一個 Something looks like something 所以他就可以變成了 Bizarre looking Strange looking Dragon bone looking 所以我們 Without going too much into detail 大概複合形容詞 有的時候就是一種主被動的概念 會融合在他的裡面 但也有很多時候是跟我們的 intuition是相反的 那個我們以前講過一集啦 我們今天就不講太多 所以這些奇怪的image呢 就看起來很像龍骨 Bizarre looking images of what closely resembles dragon bones 所以這image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那些看起來像龍骨的東西 So images of the things that closely resemble 可能就不是the things的 單數的thing 所以這邊的resemble才是這個加s的 重點在這裡 重點是resemble這個字 就是像 什麼東西長得像什麼 那它是一個很單純的動詞 極物動詞 So if something resembles something else 就是那個東西長得很像 另外的那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我稍微說了一下下 這個寫了兩個例句 所以resemble如果拿動詞來用的話 你給它主持給它受持就OK了 So something resembles something 那照個例句的話呢 可能就是例如說你長得很像你爸 So you resemble your dad OK 那还有一些不同的說法 像例如說你可以把 resemble變成 不是動詞而是名詞 所以它是名詞就變成了 resemblance 那resemblance怎麼用呢 我前面多半用的是一個蠻固定的動詞 這個固定的動詞就是bears 夾個s是因為第三人聲的單數 那bear又宰著之類的意思 所以這兩者之間 就a呢載著很大的相似處 我把這中文聽起來合不合理啦 但總之它的用法就是x bears resemblance to y 所以固定的介系詞是to OK 所以反而你可能要多花一點心思記的是這兩個部分 而不是resemblance這個名詞本身 因為它名詞本身不是很困難 那但是前面的bear跟後面的to 稍微要把它記成一串東西這樣子 那甚至中間可能還會再接一個形容詞 因為resemblance是名詞 前面可以接一個形容詞 就是兩個人超像的 兩個東西超像的 那這個超級像 然後我們可能不會用super resemblance 我們會用close resemblance 或者striking resemblance 都是常看到的OK 好所以我們一樣 剛剛說你長得很像你爸 so you so the son bears striking resemblance to the dad 這樣就可以了其實 好所以它這裡說的是 它看起來很像 它捕捉到的一些影像 這個影像看起來很像龍骨 so the rover captured bizarre looking images of what closely resembles dragon bones 所以這裡這個close resemble 跟我們剛剛的close resemblance 基本上差不多 只是說它的詞性就不一樣 它用的是close resemble 因為resemble是動詞 所以close要加ly變成副詞 副詞修詞動詞 這都是和文法的東西 所以這個也真的不是個笑話 OK好 來吧我們再往下看 多看幾個字 剛剛看到這個 它這個rover 我倒也是想講一下下 這個rover rove這個字 rove 就是在那邊沒有目的的 動晃來晃去跑來跑去這樣子 那它跟roam跟wonder 這兩個字 事實上這三個字 加減是可以解釋彼此 只是說似乎rove這個字 它cover的範圍會比較大 而roam這個字就是在那邊漫遊 就毫無目的的亂走這樣子 所以roam跟wonder都比較有這個意思 而rove的話似乎好像是範圍大一點點 所以說我們送到火星上的這一些 跑來跑去的這些小機器人 我們都叫它rover這樣子 OK 好 然後這樣還有一個 一種車 一個車叫rangerover 如果同學有印象的話 它是Toyota還是 還是哪個車廠出來的車 我真的忘記了 rangerover OK 好然後再往下看的話 那它是被curiosity發現的 curiosity是好奇心 那就是其中一台rover 我不知道中文是否把它翻譯上 好奇號還什麼鬼的 好但總之curiosity呢 它拍到的 而它其實已經 這個 不是最新的了 因為他們又放了另外一台rover 叫做perseverance 翻譯中文就是毅力 是不是叫做毅力好 我也不知道 那所以perseverance是比較厲害 那curiosity已經很舊了 它已經11年了這樣子 所以它的最光榮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換句話說就這樣 所以這一段講的就是 雖然說curiosity已經 past its prime 但是它還是能夠capture到一些 很有趣的影響 包括這個龍骨的影響 所以這段讀一下 so although its declining condition and the launch of the more advanced perseverance rover have put curiosity's head behind the 11-year-old robot it continues to capture our imagination with rock formations and the conditions that look all too familiar 這裡還打錯了一個字 t-o應該是t-o-o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t-o-o這個片語 這段再看一次 所以它是雖然的句 is although 然後呢 我們就不會有but了 所以後面這半句就是但是 所以雖然跟但是 兩句合在一起 所以雖然 它有這個 慢慢逐漸下滑的一個 條件狀況 所以你知道11年了 這機器有點舊了 so although its declining condition 以及另外一個名詞 所以雖然這個東西跟另外那個東西 已經造成curiosity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第一個東西 它的狀況越來越早 以及呢 就是perseverance的這個發射 所以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就把它的這個最光榮的 曾經的這個輝煌時刻 放在它的後面了 再看一次 so although 它的declining condition 以及the launch of 所以什麼的發射呢 更先進的這個perseverance the launch of the more advanced perseverance rover 所以動詞是have 就完成式的結構 have put 所以這兩個東西 have put curiosity's heyday behind itself 所以它已經把這個 curiosity它的heyday heyday是什麼呢 就是光榮的時刻 the period of a person's or thing's greatest success popularity activity of vigor 所以一個東西總之就是最 啊最美好的時刻 ok最成功的一段時間 所以這叫做它的heyday 這樣子 像我的人生已經過了我的heyday 也可以說我的heyday 還正在進行中 可能我要五十幾歲 才會過了我的heyday I don't know 那好 所以它已經讓它的heyday put it behind it 所以這個heyday 已經在它的背後 就是過了 所以put curiosity's heyday behind it 那它這裡不用一個it 它用的是 它是一台11年的機器人 所以這邊這個 the 11 year old robot 就是curiosity 所以它這裡只是不想要用it 來放在behind後面而已 那另外一個原因大概會是 逗點以後的但是 又來了it 所以這讀起來就會覺得不是很舒服 所以這都是寫作一種寫作的選擇 我再讀一次給你聽 如果他真的把這個11年的機器人 換成了他自己本身 或他的的話 所以讀起來會變成 所以什麼東西 have put curiosity's heyday behind it it continues to capture 兩個it就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它才把這個it 改成了11年舊的機器人 這樣子 好了 anyway 那持續capture our imagination 所以它能夠去捕捉我們的想像力 因為透過什麼東西 這些石頭的照片 而這些照片看起來都是非常熟悉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 that look all too familiar 這個to應該是t-o-o 所以它的重點並不是太熟悉 OK不是太熟悉 它的意思就是非常的常見 extremely common 就是all too familiar OK 好anyway 所以這個片語也可以 好像差不多了 我們說今天其實分享這個 是很快可以把它講完 因為就是一個新聞 我們看最後一個片語就好了 所以總之啊 這些石頭這些樣子 總之就能夠證明了 證明什麼呢 證明我們在 我們對於這個火星 其實還有很多要學習的 所以看一下這一段 so while the discovery of this strange looking rock may not seem like a major breakthrough it goes to show just how much which we still have to learn about our neighboring planet 所以這裡是一個 雖然但是的句子 所以跟剛剛的雖然但是 事實上差不多 只是它 不用although 換成了while 但while也可以當成雖然 所以雖然 發現這個奇怪的 看起來奇怪的石頭 不像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突破 但是這就證明了 我們還有很多要學的 so while the discovery of this strange looking rock 所以發現這一個很奇怪的石頭 不像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so the discovery may not seem like a major breakthrough 看起來不像一個重大的 breakthrough就突破可以 那豆點後 但是 但是呢 it goes to show 所以這個片語叫goes to show if it goes to show something 那就是這個動詞 動詞在go 所以不是show而已 所以這個是一個就是很常見的collocation 那同學不熟悉的話 可能你就說 蛤 為什麼有go還有show 這就是一個固定的寫法 所以得這件事情呢 就證明 so goes to show 它的意思大概就是 to help show something or to prove something ok so it proves just how much we still have to learn 我們還有多少要學的 about 有關於我們這個鄰居 so our neighboring planet 好 你有沒有覺得很了不起 很多人就說 哇這個就是冰與火之歌裡面的那個龍 Targerian 那也有人說呢 有個電影叫做什麼 沙丘魔寶還是什麼的 大概是去年的電影吧 還是前年的 Dune 那上面好像有一個會鑽那個 鑽沙漠的一個蟲 所以 他們就說 啊這個東西出現了 找到了 這樣子 那看起來真的是很像生物 必須說 你看這個照片 又更清楚 更close up一點點 它好像有其他地方 也有一些這種突出的 這種尖刺 那是不是呢 誰知道 但是我們就持續 這個觀察 持續期待 這些rover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吧 好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的 怎麼看 我們下次見 是